好 我上次是講到我的輔導方式 然後處理一些不同的情況 這裏就是第三種情況 就是講到有一個人願意輔導 另一個不肯在輔導的時候有這個情況 所以需要問A 為何E不想輔導 有時可以說服他的 有時他是不肯的 不肯的時候怎樣做呢 首先A就是幫助A接受 B是他不肯改變 難以改變的 B不改變是自然的事 那就不要加強自己內疚或者壓力 接受他是這樣的 他不肯改變 那就接受 譬如有一個是不信耶穌的 那個信耶穌那個想法關係好些 但是不信耶穌那個不肯改 或者是那個不肯健負到那個 他是很多相處的問題的 很多情緒啊 言語的 負面言語啊 但是他又不肯面對 這樣的時候呢 另一個能夠做得的 就是接受他是這樣 就不介意他是這樣 也都不要有內疚或者壓力 接受他的關係是去到那個層次的 是難以進步的 有些婚姻是難以進步 難以進步呢 大家接受呢 就是大家能夠一起相處都是OK的 不過就不是一種最深的關係 其實這件事是應該結婚的時候想清楚的 在結婚的時候 兩個人根本都不溝通到的 不過為結婚而結婚 那是很難以後會改變 除非他是信了耶穌 就是之後信耶穌改變 如果不是呢 他是都不喜歡溝通的 明明是不喜歡溝通的 但是依然結婚 那你就不要期望他改變了 所以不需要有壓力 但是有些呢 就是這樣的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夫妻吵架 因為有一方呢 就很不滿意 希望另一方面改變 但是呢 對方又不改 那去找輔導 他也都不肯找輔導 那這一方很想他改的那個呢 就很猛烈 很激氣 為什麼整天都是這樣的呢 那時候 那個婚姻就可以有危機了 因為他會發猛症啊 不開心啊 那這個所以是需要他接受 既然他以往都是這樣 對方又不肯輔導 他只能夠學接受 好了 了解B是喜歡什麼事 A就盡量去做 也都盡量善待B 這樣呢 又加強B呢 改變的機會 同時呢 A深信自己善待B呢 神都會喜悅和祝福就鼓勵自己了 就是說呢 譬如B那個不肯輔導那個 譬如他很喜歡看足球的 那個太太呢 都不喜歡看的 不過呢 因為他的緣故 就嘗試去了解一下足球什麼 問一下他在做什麼 陪下他看 不用整天陪他看 有時陪他看 有時就是有些回應 有些溝通 那這個是可以建立關係的地方 就是說在有一方喜歡的東西 譬如他喜歡旅行的 那就陪他旅行 而大家盡量不要戒懷那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他經常都跟他說話好像碰墳 就是講一些都無謂的了 那只是呢 想一下怎麼解決 有時有些真是他自己搞定了 那個太太自己搞定了 假設那個丈夫不肯輔導了 那個太太自己搞定那些事情了 以往就期望 希望他會參與 現在他不會參與的了 那接受是這樣的 那他就相安無事了 大家 那其實中國這麼多年那些婚姻都是這樣的 很多婚姻都不是那麼好的 不過他接受是這樣的 丈夫不出聲的 那就接受了 那這個是一個輔導的那個太太 如果那個太太是想輔導的 但是那個丈夫不肯輔導 好了 那可能他就 那個太太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她說我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壓力 很多不開心 管教子女很多困難 她又經常埋怨 令到我很大的壓力做不到 那時候是有一個衝突在那裡的 那衝突就去想 他自己搞定得不可以 那如果 譬如說 他自己搞定得不可以 他最好 經常都會餓他的 經常都會說他 教兒子又不聽聽話 他們又不讀書不好 他又不幫忙的 但是他又反應的 那時候都去找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怎麼找出呢 譬如一個可能性就是 太太跟她說 你說我都很辛苦 我都很盡力去幫他們 不過他們又不肯聽話 那你可以呢 你就幫一下他們 不過如果你幫不到 你接受她是這樣的 你幫一下可以好些 你不幫我做到是這麼多 就是又會知道 我是做到這麼多 但是又不埋怨 為什麼有時候那些 吵架會很劇烈呢 因為那個太太很猛很生氣 你又說我 你自己什麼都不做 於是就很吵架 但如果她用一個平和的心 處理 就是說 那一方覺得不開心 她平和一些 接受 有些事情是去到這樣的位 那我接受 那大家相安無事 也都可以她自己找方法 譬如 輔導的幫她 怎樣去影響 你的子女有動力 其實影響任何人有動力 都是因貶推動的 譬如小朋友 就告訴她 就是經常都表達對她的愛 你是很寶貴的 耶穌很愛你的 你的生命很寶貴 給她看多一些故事 你看有些人 比較成就 還有在耶穌裏面 做了很多好的事 祝福了很多人 但是有些人 你看她又吸毒 又在家裡吵架 又有很多問題 那你想做哪一種人 給她多一些這樣的教育 灌輸 然後她說想 我想做得好 那怎樣可以做得好 那小朋友說的時候 尊重她 其實很重要 尊重她 她說出來是很好的 雖然她很多事做不到 但是呢 就不要說 你只有一個講字 都不做的 那她就氣餒了 但是呢 就告訴她 我知道 你想做 因為是好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做到呢 譬如她說 我想不想看 打手機 玩手機 那麼多 那我們怎麼做到呢 或者 你可不可以有些限制 這樣 趁她小時候跟她談 不是呢 等到她十幾歲了 那時候才罵她 你又不玩 你又 整天玩手機 你又不讀書 你又整天 學校又 投訴你 你又 不做工 你又 兩樣都不做 那時候呢 是很反叛 根本到時候 已經沒得改變 所以 小朋友是需要 從小時候做 那 夫妻關係 也是 在可以的範圍之內 那這一點呢 我們大家都去 反思我們的關係 就是 有些是 沒有得再 難以去得再好 那你滿意 那就OK 很多夫妻都是這樣的 一起吃飯 大家沒有吵架 大家都相處到 接受就是這樣 那如果想更加好 就一定是用恩免的 為什麼恩免呢 你今天說一下你的心事 你那些心事 你那些不開心 我呢 很開心 你會說你的心事給我聽 我很喜歡聽到 那我 很感謝你 我都關心你的感覺 我都聽到你說 你都有壓力 我都感受到你的壓力 我 我多謝你告訴我 那那個丈夫呢 就會被鼓勵 但是有時候是這樣的 那太太呢 因為她太久沒有說話 譬如這樣 她今天說 哎呀我被老闆罵 罵完 我很不開心 那太太未必懂得反應 她可能 幾種可能性的 一個呢 就是說 沒事的 不要緊要啦 或者說 你不要理她啦 或者說 甚至一些埋怨 你平時又不說給我聽 現在說出來那些壞事 那那個丈夫呢 就會 就是 身亡了 那我們呢 就是盡量 那太太呢 知道 她一有些少開放 不是小朋友 她會說一些她學校的事 千萬不要說 你說得太久了 我不想聽了 那她以後呢 就不想說了 我們需要用時間的 建立關係需要用時間做 聽她說 也都回應她 是感受的感覺 知道她辛苦 就不要加上埋怨 不要加上說 當然啦 你對人不好 人家當然對你不好 那這些是埋怨的 那時候呢 我在 有一次 有一個姊妹 有一個老姊妹 跟我說 她說 她有個孫 她有個孫 她有個孫住的 那個孫呢 就 不跟她說話什麼的 讀書又沒什麼心機的 她很難跟那個孫溝通 那我就問她 我問她 我問她 你有沒有有時候 你的孫子說一些他的事 給你聽的 她說 有的 內中有 我問你最近一次是什麼 她說呢 最近一次就是這樣 她自己呢 就漏了一些學校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有個同學 即是她很心急 留了學校 怎麼辦呢 有個同學 跟她拿了一些東西 拿回來給她 那她 那她說給她 她的媽媽 聽 那媽媽的反應是什麼呢 你下次不要忘記了 你整天都忘記了 那那個對話 封了 完了 但是我就說 下一次你可以這樣 你真的有個好的朋友 那個朋友會 把那個東西送給你 帶給你 即是你都跟她關係很好 總是用她的角度 即是她都是開心的 同學拿來給她 是不是 而不是說 你整天都忘記了 因為人呢 通常那個 自動反應就是 教導 指責 教導指責 就會封了那條路 那所以當 有一方 是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呢 就用這個方法 是非常好的 就是 她稍微有的那麽多好的 言語行為 的那麽多也好 很少也好 譬如她 幫忙弄一個架 啊 多謝妳有心 弄得很美啊 很好啊 其實都有很多丈夫弄東西 就是家裡會弄東西的 有事啦 有些不弄的 那太太呢 可能她心裡說 我煮這麼多飯 她都沒有出聲 那她弄東西 我沒有理由說 多謝她的 如果要比較的時候呢 就永遠都不會建立的了 如果我們作為基督徒 你當是吃虧的 其實不是吃虧的 因為你賺到的關係 不是吃虧的 來的 這些智慧 我希望大家記得 記得之後呢 自己應用 有人 你認識的人 相處上有問題 就是 其實很多人際關係都是這樣的 很多級數 有什麼級數呢 有些級數是互相傷害的 譬如上班也有啦 家人相處也有啦 互相傷害 再一層 是 不是經常傷害 內宗傷害 另一層是 大家可以和平共處 不過沒有什麼溝通的 那另一層次呢 就是大家好好溝通 這樣有不同的層次 那譬如有些人呢 跟我說他上班好 不開心 那我 了解一下啦 那我了解到什麼呢 是有些人可能對他不好 不過也有些人對他好啊 那但是呢 他又沒有想那些好的那些 他就是想那些不好的那些 不好的那些 他希望他變好 但是那些在谷底 谷底那些 你期望他變好 根本不會變好 有些好的那些 我們就變好一些 欣賞他多一些 建立關係 那些谷底那些 不要冒犯他 就是不要跟他 要求他什麼啊 給一些提議的 這些是 就是多數都沒有什麼用的了 那些人呢 就 一樣 個個都要禮貌招呼 不過 不要期望他變成一個好人 因為他是一個難於相處的人的 那 有些是可能大家相對無事 大家密口招呼 但是都可以善待他 或者希望那個關係 盡心 就是任何關係都希望盡心 那如果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接受到那些 改變不了的 那個心安理得 是這樣的了 不要緊要的 沒有所謂的 那是不死的 那那個心就鬆了 那我都試過在社會做工的 就是我曾經試過 因為為了支持 我在外國開展新的工作 那我就在醫院做院務 首先讀了院務過程 在醫院的時候呢 我都過得辛苦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很多不是基督徒 而他對於基督徒是有些反感的 那些基督徒又不敢表態說是基督徒 不過我知道他們是基督徒 那些關係呢 就很疏離 我是人都招呼的 是見親人都招呼 我記得的名字 我就講他的名字 不記得的名字 就立頭 早晨 我一定的 因為我總是我順量建立那個關係 但是有些人呢 他真的好像沒有什麼興趣那樣的 沒有什麼反應的 我心裡就說這個人就是這樣了 我就不期望他變好 那有一個基督徒呢 我每次跟他說話 他都是 就是我跟他說早晨 他立刻在做事 那我烏仇立刻 我早晨立刻又做回他的事 那也算好的 不過呢 因為他是基督徒 所以我有些失望 那些事不是一定要這麼趕的 就是每天都是這樣的嗎 每天都是這樣的嗎 那他的心是不舒服 但是我就接受他是這樣的 或者他怕呢 有時為他解釋 可能他怕呢 怕醜呢 或者他什麼原因呢 就不去 因爲他而不開心 因為我也試過為他不開心 那我就怎樣呢 遠路見到他 我就在那裡祈禱了 一會兒他也是這樣反應 不要緊 沒有所謂 一邊讚美神 一邊行歸 接著跟他招呼 招呼完他就是這樣反應 然後我就走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耶穌不是這樣對我 多謝天父 這個就是說 有些關係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接受它是這樣 只能夠make the best of what we have 你有的最好的 就很難於改善 那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智慧去幫助人 其實如果人能夠這樣呢 它是少了問題的 譬如我們曾經輔導過 有些跟婆婆的關係 好像很難建立心的 就根據已經有的 就不要期望講內心話 很難的了 只是講到家常 平時這些 不是家常見化 是什麽 鹹話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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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了 已經算好了 就講一下這些事情 有時候什麽都拉來講一下 天氣啊 你做功點啊 那樣 大家都舒服些少 OK 好 好了 第四種情況 就是其中有一個人 難以處理情緒 那這件事在婚姻來講是很辛苦的 就是有一個 經常都很猛 很不開心 低沉 那是非常困難的 那第一就是了解這個情緒的來源 如果來自以往的傷害 可以為它做誤性 或者是靈性的心靈醫治 我們在興生德性就問這個 靈性和誤性的心靈醫治是什麽 誤性就是用聖經的道理 幫它處理思想 怎樣呢 他的思想影響他的情緒 怎樣幫助他 不是一開始就教導 而是引導他 給他知道他的 就是不開心的原因 他受傷害的原因 有很多人就是執著於曾經受過的傷害 所以以後都不開心 那但是傷害已經傷害了 傷害可能是幾年前 那難道一世都受過傷害嗎 以前了 十年前 給人家很大的傷害 幾大的傷害都好 失了很多錢 失了友誼 失了某些人的信任 都好 那難道一世都因為這件事 永遠受傷嗎 是吧 讓他看得透這些道理的時候 我們的思想就說 已經成為過去 現在神都在祝福我 我生命裏面都有很多好東西 那何必因為以往的事 而繼續受影響呢 這個誤性的醫治 靈性的醫治呢 就是在神的同在了 親近神 享受神 然後神的平安 興省喜樂 醫治祂 讓祂的心得到 平安得到釋放 也都可以帶祂回那個情況 問一下耶穌有些什麼說話 對祂說 祂自己可以對自己說 在那個情況 其實神很想醫治祂 祝福祂 所以有人傷害祂 都不是一件很大件事來的 因為神會給回祂的 好了 如果傷害來自兩個人之間的傷害 能不能夠靠主謠說 和處理傷害的來源呢 那如果是因為兩個人的關係的時候 那我輔導的時候 我總是用這個四個動力 我在考試都有問過的 四個動力 信靠親近遵從事奉神的動力是什麼 或者任何東西 處理生命 建立婚姻 那動力是什麼呢 四樣 第一 神很愛我們 第二 我們很寶貴 第三 我們信靠親近遵從事奉神 一定無谷 第四 如果不是這樣做 一定有破壞性 很簡單的就是 如果建立婚姻 大家有享受 神有喜悅 又可以發揮生命 一定無福 聽神的話 就是在婚姻上 建立好的關係 都是神歡喜的 但是婚姻上 不建立好的關係 地上受苦 將來也都神不喜悅 所以就去想了 好了 曾經傷害 了解傷害什麼原因 傷害人那個 願不願意悔改 認錯 而另一方 願不願意遙恕 他引導 問他 當你很難遙恕的時候 其實你的內心是覺得怎樣 你會覺得很沉重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 就是這樣的 講到Forgive and Forget 用一個比喻的方法 他就講到有一個太太 就是外貌很吸引人 結果是有一個婚外情 那個丈夫就很生氣很生氣 她生氣的時候她發了一樣 她的心很重 重得很辛苦 後來她的故事 有一個故事形式 就是有個天使跟她說 她說你每一次生氣 就有一顆石子放在你心裡 所以越來越重 罪得很重 但是你每一次搖樹 那顆石子就會拿走一顆 你再搖樹又拿走一顆 你再搖樹又拿走一顆 你心就輕了 用這個比喻真的很好 其實不搖樹 所以一邊生氣她一邊圍怨她 是自己都辛苦的 那她就 純粹要搖樹 那她真的心就輕鬆了 那我們可以問她 那你想不想 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不錯都錯了 而且也都給她知道 其實錯通常兩方面都有的 但是可能一方是錯得多些的 但是譬如說 譬如說男性有婚外情 那樣 那個女兒我覺得很難原諒 但是婚外情也都有時 就是我們不可以用這個做藉口 有時候有個太太 其實全部是循環的 就是互相循環 那個丈夫又不懂得跟太太溝通 那個太太又變得很猛 經常都給她看 經常面試給她看 那她是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的時候 上班或者在某處 見到一個女性 跟她聊天好聊很多 這個過錯是很大的她的 不過也太太有份的 因為太太給她影響 所以就猛了 就不懂得去見立 不懂得說 我越猛了 她越不喜歡 越不喜歡 我們的關係永遠變差 那不如呢 我就柔和一點 其實很多夫妻關係都是這樣的 有些很猛的 見到她這樣 又不出聲 又不知她怎麼樣 那個心就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的時候 那些面色表現出來 那個帳戶見到她 就很怕她 很容易會生氣 很害怕 又不敢說話 不敢說話她又說你不出聲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循環 惡性循環 那所以如果太太能夠接受一下 我丈夫都比較難溝通 我都嘗試跟她溝通 她一說話我立刻欣賞 立刻多謝她 立刻回應她 感受她的感覺 所以這些呢 其實在教會是需要教導的 那些人明白 人是需要認同的 我們是需要感受人的感覺 會員的感覺 那個關係才會變勒的 這樣的時候呢 就算丈夫不是那麼多溝通 不過內中有些溝通 大家都覺得很舒服 比如這樣 內中的丈夫說 那場球怎麼會輸掉 比如她去看足球 那太太也回應 是呀是呀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踢不到呢 你都很急啊 很猛啊 這樣 其實就不是做了什麼大事在她身上 不過丈夫覺得 咦 我太太現在會回應我看球的事情 那她覺得 那太太比較像太太的 那或者呢 那個丈夫回來放公說 唉 今天那些人真的很壞啊 或者她 平常都不肯講的 不過很沉重 那太太用 有些太太用的方法講的 你是不是不開心啊 你快點講吧 你捉著有什麼用啊 那她是不想講的 而是說 你今天是不是有些人不開心啊 我看到你很沉重 不開心這樣 是不是有些人擊傷你啊 就是用一個關懷的方法 那她一講呢 就不是說 你又不要這樣對人啦 人家當然敢對你啦 這個是指責 一指責呢 她又不想講的了 而是說 啊 真是 在做工那裡都有一些不開心 我們又不用去攻擊那個人 我們 就是我們 當我們去 回應一個人感受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攻擊你這個人 因為攻擊你這個人 就變成了講談話的了 我們只是說 啊 公司發生的事都令你不開心 著重在她的不開心 給你很多壓力 令到你呢 覺得 不舒暢 被人欺負 只是說她 不用說那個人的 不用說那個人就是衰啊 什麼什麼什麼 不需要講的 那她就講出她的感受 那她就覺得 啊 我不開心 告訴太太太也有用的 我太太不會餓她的 但是 我想大家都聽過常餓 有些人 她是常餓 我經常都 一邊去餓 一邊去餓 什麼都去餓 她又不肯做了 譬如丈夫不肯做事 經常都去餓她 那樣用引導的方法 譬如盞燈一直都沒有換 通常都會埋怨的方法 但是呢 用另一個方法 恩典方法 你和我裝盞燈 我會很開心的 我們馬上幫了 不用肯肯做事 我會很開心的 那她會動力大些 總是講一個好的原因 就是我會喜歡的 那你做不到 今晚做不到 不要緊 你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很喜歡的 那她做的時候 都走過去幫一下她的手 除非她沒有空 幫一下她的手 看可能幫不了什麼的 跟她拿著燈膽之類的 你都很大作用 不過呢 這個就是 就是 回應和 一起做一些事 其實一起做的事 是非常重要的 這件事 是我太太給我明白的 這件事 她真的很有自慰 這件事 很有自慰 在我還沒結婚之前 我就看一下她 她短孫可不可以 我帶她去短孫 她就跟我看一下 一起去買東西 是否會怎麼發生 一起去旅行 是否會怎麼發生 她想在一些事情的interaction 和她很多時候給我的觀念 就是說 那些事情不要 就是要一個人做 另一個不理 譬如說 我們拍照 那樣 有時候她弄個相機 其實我可以幫一下她 一些的 其實我們兩個都會拍照的 不過我看她弄著 就給她弄了 但是那三個角可以幫她手 就是什麼都可以一起做的 她就覺得 這些就是一同去面對 譬如我這個結婚戒指 她就告訴我 她說 你真的很有心 因為我們看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我就看到她 會閃 其實她磨出來 不過現在已經磨了 已經磨了 已經滑了 那我一邊對於光 一邊整一下整一下 她回來讚我 她說 我看到她很認真 在那邊看著看著看著 很認真地去選這個戒指 她覺得很開心 很多事情都是 她很喜歡我一起去參與 什麼都是 我們一起去做 我曾經 那時候我在外國 她在香港 我們還在那時候上網 有一些video call 她就在那邊 我一邊 將她組成一起拍褲照 或者 在褲照裡面有 我在外國 她在香港 的褲照 那她這些就覺得 是很特別的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都是 建立關係的 其中一件事情 大家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 當我們明白這些道理 就是人的interaction 是會令到兩個人覺得 我們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一起合作 一起互相祝福 是令到大家舒服的 好了 傷害就是 好了 有一方傷害了 但是 關於人受影響 傷害了 影響很大的 因為以後又不想跟她聊天 以後又會耍她 好了 我們怎樣 不受這些影響 去嚴恕 反而大家得福的人 你想不想得福呢 你想以後可以回復好的關係呢 好了 第三 另一方接受 A難以處理情緒 就接入 這個是他的常態 就不將他學為大事 比如說有一方很容易悶症的 另一方呢 接受到他是悶症的 有些人是悶的 有些人是悶的 沒有那麼悶的人 是很好相處的 就是大家相處得好 不過有些太沒有反應的人 又很難相處的 因為他什麼情緒都沒有的 開心又不會開心 他有困難他又沒有表情 有些人是毫無表情的 也都是難相處的 但是如果接受 他是會有情緒的 有情緒的時候 接受會怎樣呢 你現在不開心 我知道你不開心 就拍一下他 掃一下他 抱一下他 親一下他 我陪你一起面對 這樣 他就沒有那麼不開心 但是呢 如果他很笨 你又不開心了 你整個家裡都不開心了 或者他自己又欺負了臉 這個就會破壞關係 就是說原來接受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接受有些人是去不到那個位的 不是個個都去得到那個位的 有些人是 他有一種 他有一種 本質是很難改變的 我們就接受這個東西 那我多謝主 一方面就是我輔導過很多人 所以學到這些經驗 另一方面 我太太給我很多提議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學習 也都在我們和人相處的時候 留意到很多一樣東西 當我們留意到呢 你就越是和人相處有智慧 也都在輔導的時候有智慧 輔導其實每個人都需要做的 你做組長 或者你做組員 有時候有個人不開心 你之後可以和他聊天 家人不開心 也都可以和他聊天 這些是每個人都可以學的 好了 接受了 第四 同事A都可以告訴B 我有情緒的時候 是我不能控制 請你不要介意 這個就是好的溝通 就是他真的知道他自己很生氣 他說我一生氣 你就不要介意 你做些什麼 我就會最喜歡的了 那另一方就照樣做 那也都是 懶得也可以令到對方容易一些 為什麼呢 他說我為什麼懶得 因為有時候男性 是很難知道為什麼女性懶得 是很難的 都不知道他為什麼 所以 廣東話一句 女人心海底針 都不知道他做什麼不開心 什麼都不開心 在這裡不知道做什麼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女性體重關係 男性又不是那麼緊張 小小的動作 走個 那這樣 我就是說不應該做的 那譬如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穿著很漂亮的衣服 看一看 跟著他太太很不喜歡 那我應該盡快不要看 也都習慣了一件事 就是不要看 但是他又不明白了 看一看而已 有時候在教會 同一個人處理一些事 跟著太太又不喜歡 或者有些東西忘記了 太太又不喜歡 那這樣的時候 太太可以講給她聽的 講給她聽 可能她覺得很醜怪 太太不喜歡講的 那些 因為她覺得 你看看女生 我不喜歡 講到自己好像很小器 或者有時候有些東西 我想你猜到 女性很喜歡有人猜的 有些不是拍拖都有的 我做牧師也有人猜的 她說 你猜一下我什麼 她說 我不用猜了 你說什麼 那 如果男女朋友就很多了 很多都會想對方猜到 但是男性是很難猜的 覺得很為難 那女性就告訴她 我什麼不開心 那你下次見到我 我不開心 我現在不開心 我想你怎麼回應 只是說想你怎麼回應 我想你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感受你不開心 你拍下我 掃一下我 我會喜歡的 但是女性很多時候 覺得這樣很醜怪 好像我需要你這樣 其實這件事是不需要 不要有個架子的 而是說我願意告訴你 這樣的時候 是能夠 在她有情緒的時候 因為有些 通常這樣的 男性就覺得 女性猛的時候 就不想我在這裡 其實多數的女性 是想過男性在這裡 但是她說我在這裡 你又罵我 其實不是因為她在這裡罵她 因為她不懂回應她 她懂得回應她的時候 就算她不懂得回應 有時就陪著她 抓著她的手 我知道你不開心 已經她會舒服的 這個是 很多男性是很難以做 因為覺得她很猛 她一猛就已經馬上想走 就是丈夫想走 因為她很猛 但是這個就是 女性會有的特質 是比較容易猛的 那時候我聽了敵然說 她說也是的 然後她說到男女的分別 她說的字眼 我希望女性不要介意她 她說第一就是情緒化 第二她說 有時會萬不講理 即是她有時會很猛 都不是什麼理由的 是總之很猛 那男性是需要明白 接受 陪伴她 哄她 她又會開心的 但是有些是不容易的 因為有些女性 就覺得 你哄我 我就要做多些東西 讓你哄多些 你要為你 批求 謠說 或者要你做什麼 做什麼 有些人就會這樣 但其實這樣 如果她肯輔導 我就會說 你都令到丈夫 是不是想的丈夫容易下台 對 大家說出來 你想 你不開心的時候 對方怎麼做 那 說得出來 大家便容易相處 好了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其中 我想說 這些情況 我是會 就是我的輔導方式 我怎樣處理這些事情 你看回這兩堂 還有第一堂 我都會講 我的輔導方式 那些是我考試 會比較重的 那些 這本書有很多 學術性的東西 我都會考 不過 我會盡量讓你知道 我去考些什麼 那你 第一 就是 我那些文章 有那些你 先考的 書裡面有些文章 沒有的 就不用考的 因為那本書是 學術性比較多 好了 其中一個人 給家人 這些是我的 輔導處理人的方法 其中有些人 被家人影響 不能夠愛配偶 那 就 大家談一下這件事 和感受 大家能夠 看出對方的感受 那 因為 就是給大家知道 原來 其實很多時候 的情況是什麼 是比較多 是 奶奶和媳婦的問題 那 那個兒子 有時候她沒有想到 太太的感覺 她只是想到 這是我媽媽來的 她要求一些事情 我一定要做的 但是 她要求很多 以致影響他們的關係 那 作為丈夫 第一 可以做什麼 我知道你 覺得難受 我知道你 好像我媽媽 有時候 要求一些事情 令你有壓力 我知道 她已經舒服很多 就不像 你要學的 不用說 你會做的 但是她 就會覺得很辛苦 就是我們 講出對方的困難 我知道 你要面對我媽媽 有事 她可能給你壓力 是會辛苦的 那 大家講出那種感受 講出感受的時候 對方不要批判 也都不是教導 而是我接受 還有我們怎麼找一個方法 探討 什麼方法去處理 就是什麼方法去減少 不開心 如果 如果A和家人 有強烈的情義結 可以去了解 她逐步化解 A有沒有容許家人 太依賴她 A本身有沒有太依賴家人 怎樣可以化解這些依賴性 譬如她家人 什麼都 經常都 依靠她的 或者她經常都要 依靠住家人的 那去問一下她 可以怎樣處理 那有時候 你的處理很多 有時候只是少少 但是願意處理 大家已經 舒服很多 就是說 你知道 原來 你家人經常都依靠你 什麼收你什麼 全部都靠你的 那不要緊 不過說出來 我知道家人經常都要求我做這些事情 令到你又覺得壓力感 不過呢 我知道你辛苦 我都想一下調教 或者那些事情一起做 不要 一陣子 一陣子做一些 一陣子又做一些 然後怎樣 放在一起去幫助他們 也有時候有些 學她說不 說不 說不這件事 有些人很難的 我都是屬於很難說不的人 不過我都一定要學到說不 就在我事奉的初期 我真的不太懂得說不 但是呢 我說不的意思 我就不是好像令人難受 而是我真的做不到 不要緊的 不死得的 就是 我現在沒有空 我 我什麼時候才能幫到你 或者有別人幫你 我未必幫到你 這個是不要緊的 我知道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跟我聊天 她說 公司 有些事情要三天之內 要全部做好 我很大的壓力 很辛苦 那我就說 那些事情做不做到呢 她說 很難做 做不到 我說你做不到 就告訴她 我就要聽 你說我三天做不完 我盡量 她們看到你盡量做 她都會放手 但是她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哎呀 她們用我三天做完 我做不完 怎麼辦 她那個自己的壓力 令到她很辛苦 這個是我們自己 加給自己的 我們需要有時候 就算公司也是 就是 我是做到這麼多 我已經盡量了 我是做到這麼多 那時候 是對方的責任去接受 有些事情我們是做不到的 那我們的壓力小很多 譬如我都說 事奉都是 事奉的壓力可以很大 我在未曾做老師之前 我事奉很開心的 我現在是事奉很開心 但是我曾經初期的時候 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未做老師的時候很開心呢 因為那時候我做什麼 那些人都很好反應的 因為我是自願做的 好了 做了牧師之後 因為有一個同工人 後來他去輔導的時候 他就說出 他說 他跟那個女同工說 他說你有些覺得 因為那個女同工是幫我很多 其實也是我親屬 他幫我去做那個教會 幫我做很多東西 他就期望我可以做到他做的事 期望我好像他做的 那我是 變得很大的壓力 就是他 忽然間會彈一句 那些東西要怎麼大 根本那些人很難這樣改變 還有他向我太太去投訴 我太太就找我投訴 我直接做到很辛苦 很辛苦 那後來牧師看得很辛苦 他就問我 就是主任牧師問我 他說 你近來不開心 是啊 那為什麼不開心 那我就說出 就是當時他在場的 我就是因為他對我和我太太說 很多這些說話 那牧師就叫我們去輔導 然後找了一個輔導 那輔導最後有一個評議 就是我們去了幾次 他說我覺得那個呂同鳳 覺得好像她是皇媽 就看著我 就是我是她的兒子 你現在開始事奉了 我看著你 所以變成了給我很大的壓力 然後就 這個是那個輔導的牧師說的 那我當時來講 是覺得被認同 就是覺得很舒服的 就是他能夠說出那個情況出來 而有一次是這樣的 我呢就 因為他們其實三姊妹在同一個教會裡 我太太是其中一個姊妹 另外一個姊妹在一個教堂裡面 那她就 這個是第一個太太 以前的已經識路歸主的太太 那我就知道她經常都會 三個都講 就會講關於教堂 關於我 關於牧師 那我就在那個輔導的時候 我和那個輔導聯想 我想要求她 不要將教堂 她說回她的姐妹聽 她自己處理 不要跟她說 那當時她怎麼反應呢 我沒有啊 那那個輔導員都沒有她的輔導 有她 那我就不會爭 我回到牧師那裡 牧師說今天輔導怎麼樣啊 我說呢 我想要求她不要跟她的姐妹 講關於教堂的人 她說沒有 那牧師的反應是什麼 你沒有 因為牧師很認識她 很多年 她直接知道她是整天都這樣做的 所以她馬上說你沒有 她馬上就沒有發聲 當時我的心 就覺得 她會因為這件事而說謊 我為什麼要這麼介意她給我壓力 我不是說要找到人的弱點 我才沒有壓力 但是我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那些人給我們壓力 不代表我們是錯了 我們不需要揹著那個責任 不需要覺得內疚 就是她都會因為這件事而說謊 就是她都會因為這件事而說謊 我何必因為這件事而壓到心 很辛苦 那時候我又未懂得去怎麼處理 那我有個習慣那時候開始 就慢慢呼求耶穌 不斷呼求耶穌 你都有時候唱 試過用詩篇唱 比如其中一首我很喜歡唱的 就是我配一些詩篇下去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將團過奶的孩子 在她無真地為眾 我的心平穩安靜 我一唱很舒服 我覺得很舒服 不過呢 遲些我的心又重回來了 這件事我真的處理了很長的時間 我發覺我明白一個道理就是 我思想處理到 我情緒未必立刻處理到 是需要一路幫自己親近神 輕散 你都說神現在歡迎我做的事 其中一句金句令到我很輕鬆的 就是高林多前書四章二節 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那我就說 其實我都很忠心 很努力 很想做得好 不過還未做得好 神都喜歡的 我不用給自己壓力 那我就在那時候就學習 不用受落 不過呢 都是經過一段時間 我才能夠放手的 但是我也都發覺 我就算離開了教會之後 那種壓力還在那裡 不是離開了就沒有了 並且持續了很長時間 是我後來一路刻意處理 不斷說 神很喜歡我現在可以很開心 神現在很歡喜我親近祂 很喜歡我親近祂 所以在我來說那些教導是很重要的 也都是聖經講的 我們親近祂 祂因我們歡欣起落 麥而愛我們請我們起落 而歡呼 祂是很喜歡我們親近祂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有兒子的心 不是一個奴木的心 那我就很欣賞聖經的教導 所以我就很觸緊 恩免推動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這些道理 我們輔導人就有 就是有那個餡 輔導是一些技巧 但是那個餡是什麼呢 我們接受人有不同級數 我們接受他是這樣的 我想說我和那個同工 其實我的關係一直 後來是完全恢復 在我來說完全恢復的 我是完全對他好 完全不介意 反而他是有介意 不過我也希望他真的放手 因為他很久之後 他跟我說他 其實是近幾年他跟我說一句 他說其實那時候 那個錯錯是你太太 為什麼我講完給你聽 他要講給我聽 他說我都不跟他爭論 因為他都很難明白這件事 那我就算了 我也都其實沒有跟他說這件事 不過他的心 一直面面不忘 他就跟我說這件事 我都是祈禱求主 釋放他的心 讓他心裡面平安 輕省 那這些都是 就是我在這個過程 學到的智慧 我也都多謝神 萬事都會想效力 在這些過程 我是更加學到 turn off那些 不需要受的負面說話 是可以turn off的 不需要介意的 接受有些人是這樣 就算他很熟悉 但是他可能有些地方 是很軟弱的 那我明白這件事 其實如果講教育同工 這個講閒話 和處理這個人的個案 是要分得很清楚 什麼叫處理個案 大家談這件事 但是有一個憐憫的心 這個是處理那個人 有時候同工需要討論 但是講閒話是什麼 兩個人都講到 唉是這樣的 那些人這麼壞的 幫也都幫不了的 沒有用的 經常都是自怨自禮 他就變成好像在那裡滲 就不是去用一個憐憫的心 那這個就會難了他 真是幫到人的 OK 那就是 我講這些 其實它的內容 都是可以應用在我們輔導的 那雖然和這裏 即是說一些情義結 譬如說 當時發生的事 因為我又未曾懂得去 輔導我太太的時候 如果懂得輔導她 亦都給她知道 其實她的sister 都給她很大的壓力 她不需要揹著這個壓力 她都很辛苦的 其實當時來說 大家都辛苦 即是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那可以怎樣處理呢 所以當我們輔導的時候 知道那個問題 我們就拆解 來源在哪裏 怎樣處理 有些人是接受 有些人是可以稍為改變 有些人可以建立心的關係 有些人是很難的 好了 第三 雙方都明白 這個依賴性 不會一下子隨便 重點是 夫妻關係是否這麼重要 能夠逐步化解 就是譬如 有一方是很依賴她家人的 她不會一下子改變 但是呢 我們逐步化解 已經滿足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有一方有問題 但是她肯處理 我們就歡喜了 你會處理 我很多謝你 我很欣賞你 那她就覺得輕鬆 其實這跟土神起一樣 所以耶穌說 為什麽特別說 一杯涼水我都會歡喜 我都會賞賜 就是你做小小事 真心的向我方向 我都喜歡 但是同樣夫妻都一樣 你稍微做小事 向著方向 我就喜歡的了 就算你現在還沒做得好 不要緊 你向著方向去 那就輕鬆了 輕鬆就是因為 原來我向著方向去 做多小的事都會歡喜的 那我繼續這樣做下去 就越來越好 所以 這個建立關係更加重要的 好了 譬如有一方不肯放時間 在家庭上 那怎麽樣呢 那這些其實全部都 那個powerpoint 我會放上網 你們可以看到的 可以了解 A對於時間的看法 她是否覺得 有太多其他事要做 所以沒有時間 是否因為時間關係 因為她覺得 有時候覺得浪費時間 但是男性來說 會覺得 兩個人坐著聊天很浪費時間 因為 那個內心是不覺得 現樂關係那麽緊要 所以她是需要學習這件事 太太需要給她知道 還有 也都給她知道 子女都是需要時間 人的關係是需要時間的 正如神都喜歡和我們有時間的 其實神呢 我會看到什麽呢 神是有神次給男性女性的特質 神都有的 神不是女性 不過神又喜歡我們和她有很親密的關係 她又喜歡我們愛她 她很想我們愛她 她也都很愛我們 所以這方面就像女性的 即地上的女性的情況 她亦都是很有方向的 她的事務一定做得到的 所以她又像男性那種方向 她又像女性那種的關係 因為兩種性格都是神 放在人的心裏面 而男性因為體重 要做事 還有好些事做 那你聽到什麽用呢 我做完些事先 但做完些事又有另一種事做的 現在她可能 因為男性也都喜歡玩 所以她就會變了 她寧願找些時間去玩 就不是想找些時間去聊天 那就了解她的看法 那她知道她的情況以後 了解A覺得家庭的重要性 是不是其他的事 比家庭更加重要 如果家庭不好 後果是怎麽樣呢 她有沒有因為家庭問題而受苦呢 讓她埋身 其實我們幫任何人都是讓她埋身 現在因為太太不喜歡 那她的關係又不開心 你覺得怎樣 那你想不想關係好一點呢 你放些時間下去 大家都享受 大家都開心 也都能夠同心 這個都是引導她明白 建立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在教會裏面是應該教導 人未結婚的時候教導她 由她知道 她需要放時間在結婚的關係 如果那個男性呢 只是想著我結婚 就有個太太跟我煮飯 和我生兒子 不過我都不用時間 和她在她身上 那你就不應該結婚了 我應該告訴別人 如果你沒有想著放時間 在她太太身上 那你就不要想著結婚了 因為你這樣呢 你不如想著單身 你請那個飛鴻就好了 即是她對於家庭的看法 而家庭好的時候 對她有什麼益處呢 第三 她想不想家庭更幸福 大家的關係更加好 如果是 她能不能放這麼多時間 在家庭呢 那B也都欣賞 A任何時間 在家庭那裡 即是欣賞她 譬如我喜歡打球 那我太太呢 她一放假 她喜歡我和她一起 因為她放假 和我又不同 我就 因為現在 而言 我是沒有一個授身的職位 不過我整天在家寫東西 不斷寫材料 寫書 不斷做事 幫助人 那所以她一放假 我就 那些時間都給了她 然後她不用 她上班的時候 我就做我的事 那這個就是我 看重她的關係 就不會覺得 就是不會覺得 用很多時間 因為我覺得這個 都是建立大家的關係 建立婚姻 所以我是 會珍惜她有的時間 而她又很珍惜我的時間 就是我和她一起時間 她知道我星期五要教書 她約人是星期五晚 她 了解我什麼時候有聚會 她有個時間 有些人想見她 她就約她的時間 即是她很遷就我的時間 她也很欣賞我和她一起的時間 好了 其中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有人想放棄婚姻 想離婚了 或者關係不好 了解她想放棄婚姻的原因 她是不是在婚姻中受苦 這些苦和苦的來源 能不能夠處理 其實有很多離婚的人 並不是一定要離婚的 不過她處理不了 因為她覺得經常吵架 很辛苦 或者她對太太已經沒有心了 那其實呢 吵架和對太太沒有心 是可以建立回 當然有些是很難的 那她吵架什麼原因呢 是不是一方沒有聽對方呢 有沒有回應對方呢 如果是的時候 可不可以回應呢 所以我輔導的時候 就會幫她們 怎樣回應對方 那對太太沒有心 那有時她會這樣想的 很多人記得婚就是這樣的 男性會這樣想的 我太太真的很煩 就是她會這樣想的 好長氣又要求多 其他女生不是的 其他女生在一起 多開心啊 大家輕輕鬆鬆 通常女性是這樣的 未結婚呢 就很輕鬆的 結婚呢 因為很多責任 很多事情要處理 還有很多內心的壓力 所以呢 通常來說呢 太太會給丈夫那個感覺 就比較煩 要求很多 那些其他女生沒有要求的嘛 你總之跟她聊天 她已經很開心了 所以她就覺得很輕鬆 這樣的時候呢 男性明白這一點 你就算跟別人結婚 那個人又會變成這樣的了 你跟別人結婚 那個人又會要求你的時間 每一個太太都一樣的 這樣的時候她明白呢 她就知道 不是換了一個太太就會搞定的 但是有時候她們內心 太多積聚太多怨憤了 很長的怨憤 是難化解的 那這個需要遙恕啦 需要去面對那些困難 怎樣建立回那個關係 但是我真的有些人見過 是想離婚的 而真是處理了之後 不需要離婚 那當然最難搞的就是分外情 現在最難搞的就是 她不肯離開那個對方 這樣的時候呢 另一方是可以有權是離婚的 不過她又不想離婚 有時候那個有分外情 那個可能又七上八下 又想離婚 又不想離婚 在那裡糾纏 那時候呢 就需要去引導她 或者跟她個別談 到底她的心裡面是怎樣的呢 能不能夠處理到呢 能不能夠建立回那個關係呢 有些有分外情 她真的肯要遙恕放手 是可以回復的 但是有些肯要放手 但是一會兒又來過 那我也知道呢 有時候那個傷害很深 因為有一對夫婦呢 找我輔導 是個太太給我輔導的 那個丈夫又肯 就是怎樣呢 這個很可惜的現象 就是以前的教會呢 這個男性同一個 侍奉的人員 是女性來的 那個侍奉的人員來的 不是教會同工 是教會領袖之一 就呢 建立了一種依賴性的關係 建立了一種依賴性的關係 她作為教會的侍奉人員 她應該會很自覺 但是她不自覺 因為這個特質呢 就是女性呢 當她一頭有感情的時候 是很難拔出來的 因為她那個比較體重關係 那麼那個太太呢 就見到那個女性做什麼呢 在網上呢 居然發放一些資料呢 是很隱密地說 我還在想著你 然後那個丈夫說 我已經放手了 但是呢 那個太太呢 很不開心 那麼就整天都覺得 那個人呢 就是那個女性的念念不忘 她的丈夫也都覺得呢 好像跟那個人呢 就很開心 那麼我跟她們輔導的時候 那男星說 我其實真是放了手 那麼我就發覺呢 那太太呢 很難 放低個心物 那麼 那麼我就鼓勵那個丈夫 就盡量回應她 那麼她又說那個丈夫呢 經常都不回應她 其實呢 她是在家的 就是她真的會 那丈夫真的會陪她的 但是呢 那太太呢 就很 很不開心 就是 心裡面呢 跟她一起都不開心 因為呢 又吵她 跟她溝通的時候 又不好的溝通 所以就會吵了 那麼我去拆解這些 就是拆解就是什麼呢 那你想那個丈夫覺得舒服 我想 就是 目標是你建立回 跟丈夫舒服的關係 丈夫跟你聊天覺得舒服 那麼她會喜歡跟她聊天多些 她跟那個女性 因為她跟她舒服 所以她喜歡跟她聊天 那麼 你怎樣放低呢 就是說 我怎樣拿回婚姻 就是我越輕鬆 我越拿回婚姻 而那個丈夫對她好呢 也會更加輕鬆 那麼我就 提議那個丈夫怎麼回應她 怎麼回應她的感覺 她自己也都引渡她 還有 就是不要那麼要求那麼高 她有嘗試就欣賞了 這樣 這個糾纏了好幾次了 那個太太始終都是很煩 很不開心 很沉 但是呢 我一直引渡她的時候呢 最後帶她們怎樣去溝通 怎樣去講回那些感覺 有些什麼感覺 我講出來的時候呢 她們講得到呢 她們是改善的 就是後來她最後告訴我 是在改善的 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是一個比較難搞的例子 就是那個太太很難放到手 而真的那個另外那個女性呢 是不止一次的 不止一次的地方 她整個那個圖 那個Facebook的圖 都是有那句說話在那裡的 哇 那呢 令到這個太太很猛很猛 為什麼她的圖都要講這句話呢 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也都給我們看到 原來呢 第一就是 人的感情有時候是很不理智 一放了下去 有時候很難處理到 也都是可以帶來很大的傷害 那最好呢 就是預防 也都能夠大家講到心話 建立到心的關係 這個是最好的 就是大家都享受 這個最重要 就不是各自為政 在家裡 你有你 我有我 這個就不是最好的婚姻 不過呢 相愛無事都OK的 都好過那些經常吵架那些的 就是有些關係 大家相愛無事都OK 不過如果能夠去到那個位子 大家聊天覺得很舒服 很開心 這個是最健康的 因為她覺得有力 覺得她的關係有力 還有呢 多困難的事 大家意見不同也好 都能夠講的時候沒有激氣 能夠講出一些面對的困難 兩個意見不同也好 甚至最嚴重的 比如說兩個政見不同 都可以聽對方講對方的政見 而不去吵架 這個是非常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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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請分享